漂亮女网友求安慰 相约酒吧 没位之约 去还是不去 一说几句呢 他就让我去 他喝酒 热恋的魅力男要借钱 考验忠诚 毕生积蓄 给还是不给 我就说你是不是骗子 他就 当爱情捆绑上骗局 伤钱更痛 还是伤情更痛 夜线国庆特别关注 情片 广东一名男子 冒充警察 骗色骗财 最近 十几名受害人 集体打上门来 我告诉你 这名不关注 你不害人 你不告诉你 看男子躲着不出来 受害女孩 阿华 拨打了110 这名男子一听 有人报警了 马上冲出门外 开妞了 在男子的住宿 有女孩 找到了自己被骗走的电脑 26岁的小霞说 他和这个自称被感情伤害过的离婚男人 是通过微信认识的 那时候他也跟我说了他离婚的一些事 感觉他也没有什么坏心 然后说在公安局那里做警察 我就没有怀疑 然后一见面的时候 他就 他就说要和我发生关系 无意中 小霞发现自己并不是警察男友唯一的情人 至少有十多个女孩 也像他一样中招了 被骗色不说 金钱损失 少则几千 多则几万啊 他说他儿子得了白血病 不论如何要帮助他 他陆续的就转得良 据警方调查 涉嫌诈骗的男子已有家事 而且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警察 刚才的这段视频 非常的火爆 这名姓黄的广东男子 他是一口气啊 骗了十几个女孩子 那么今天啊 咱们这个夜线国性特别节目 极品一箩筐 今天讲到的话题就叫做 桃色诱惑 据说现在有许多的这个情感片子吧 特别喜欢把自己伪装成什么警察呀 什么军人啊 好像现在还有一个形式 是冒充公务员 据说这些职业吧 都是许多女孩子 对吧 心仪神往的 不过我跟你讲啊 就在这个情感片子里边 一些高段位的这些片子 那不用借助任何其他身份 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我是男人嘛 呵护女人 是男人的天性 李沙的伟大 就在于 她以女性为中心 在我的身份里 反正轻视女人的事 都是二等事 包括女人在那 她不是什么大事 杜如是一路 取言是一流的 女人跟美人有个家人 知道为什么 美人喜欢力量性的男人 所谓丁手美人 他们喜欢男人 孤季容 像于是喜欢 立法山系 气概系的男人 家人不懂 家人喜欢男人有脑子 所谓才子家人 喜欢他们满腹精灵才高吧 你 算是家人 孤儿 嗯 大花 大的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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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一大大 青春长二八 生长在品价 路窗春极净 空出冒龙花 你先借我三百块钱 我到桥下的药店 买点药 当然没问题 正好三百块钱 拿着好了 你刷着牌骨 你要说我妈像于是 他 他能够 我能够 你跑 你也老了 总是爱哭 我以为 我已经不行了 我自己也感觉 投资房长需要进出福利 我们做不起 投资目的长不长 我们做得来 我打听了 这个 单血 一半进流去 相血 万八块 投资墓地呀 我心里就说 这是期货呀 你呀 你这叫 无血 聪明啊 老板 你看看了没有 咱们买几个工具 到手也买到咱家 目的 可是后教养残念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这个相议 姐妹啊 老板 我觉得 在这种年头 有人帮我发财 这是最大的爱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这部电影吧 除了我们惊叹于周润发 八哥他精湛的演技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真的是 把这个情感片子的手段 给演活了 非常到位 你看这里边 他那个所谓的什么 美人家人 那个论调 你就能感觉到 就是四星高娃 扮演的那位 冬年大节瞬间 被击中 被击穿了 这确实有这种意义 但是话说 像这种以前 混迹于上海滩 然后在街头 陪你看风景 陪你聊天 吃饭的 这种传统类型的 情感片子 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为说真的 这种情感片子 其实对他的要求挺高的 他真得有才有貌 跟你耗得起时间 那现在实行的是 什么样的情感片子呢 那是新型的 网络情感片子 杭州女孩 艾静 失眠很多天了 因为他的男友 冰 带着艾静的全部存款 一起 不见了踪影 艾静和冰 是在网上认识的 当时啊 冰主动加艾静的QQ 他声称啊 是从一家著名的 婚恋网站上 看到了艾静的 征有信息 于是呢 就想跟艾静做朋友 他说他是一个台湾人 然后在澳门上班 也看了带对方的照片 这个人好像长得也斯文的 感觉就是还不错的 然后就慢慢的聊 冰告诉艾静 他37岁 未婚 香港大学毕业 在澳门一家博彩公司 做管理 几些艾静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冰和他一样 都是同一家婚恋网站中 十名认证的会员 按理说这信息 不该有假呀 和艾静通话的时候 冰的电话 确实显示 是澳门的区号 登陆的IP地址 也真的就是澳门地址 于是艾静放下心来 说起来艾静啊 已经33岁了 硕士毕业的他 是杭州一家外企的高级白领 正在被父母频繁逼婚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 能够遇到冰 艾静心里很高兴 我经常就是会加班加点 然后下班的时候都停完的 他每天都要等到我下班 跟他报平安回家 然后他才跟我再见 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就进入了 谈婚论嫁的阶段 就在艾静声称自己 要来杭州 见艾静父母的前夕 这位艾他突然愁眉不展 说自己所在的公司经营 遇到了困难 需要艾静购买公司的六合彩 来帮助他提高业绩 艾还说 公司能够内部运作 一定能够让艾静中个大奖 沉浸在爱情中的艾静啊 听从了艾的安排 汇出了三万元人民币 第二天 丁的同事通知他 中奖八百万 要交百分之一的税 艾静又赶忙 汇出了八万元的税钱 我稍微有一点怀疑 但是我就想 他应该不会骗我的吧 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吧 但是这是已经 差不多有谈婚论家的感觉了 然而两次前汇出之后 这位兵就消失了 电话关机 网上也找不到他 就在艾静在各种怀疑猜测中 煎饶挣扎的时候 宁波警方通过银行转账信息 找到了他 告诉他 他被诈骗团伙 被骗了 跟他一起被骗的 还有很多人 你们之间相互聊天 是以怎么样的方式进行的 QQ或者是教话 你见过对方本人吗 没有见过他本人 因为前期两方很好 我跟他沟通 也蛮有共同的语言 或者是他说的一些话 我也觉得是很真的 我就挺认认他的 因为我们之前也谈到 就是说什么 两个人一南一北 然后说什么 他也有房贷啊 怎么样的 然后就说 两个人其实要在一块的话 就可能经历上不是很好 就希望我去 说肯定能中奖 然后我开始不信 然后就说 你是不是骗子呀 然后他就在那儿哭哭哭 就说我怎么样不相信 他对我的什么感情啊 怎么样的 我这人就心软 我就觉得也不至于吧 妈说你不要想想 这么遥远的 你一个人跑到那边去 人生就不熟了 我说那他现在就有车 对我还不错啊 再说我其实这么大年纪 就是我也爱很大 我妈也听见就说 就希望我到达结婚 怎么样的 但是 那个晚上他们 我们快吵架了 我第一次在电话 那边就说 说你就很骗子的话 人家都是在 什么香港 有房子 有车子 都是一个什么人啊 怎么会看到你 然后说你也没那么好风气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 他们怎么能 这么就是诅咒我 然后就很不开心的 就把电话挂了 这件事情 对你打击也挺大的 警方调查发现 受害女性全部大理高学历 分布在陕西四川北京广东等等 全国各大中型城市 被骗金额最大的一笔是 77万元呀 通过调取银行交易信息 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 所在地是福建 在银行方面的配合之下 拿到了所有的监控录像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这个人 他这个在我们这里住了人 他房子 他前两天还叫我去修门去了 从那个单子里面 找出了 但是那个签订的那个 房屋租赁的一个合同 我们明确认记了一个事 叫做陈达辉 我们立马的这个身份 来进行核实 发现他在残住人口里面的照片 和我们监控里面的照片是一模一样 犯罪嫌疑人陈达辉 福建漳州人 1986年出生 今年27 初中文化 是这个诈骗集团里的老大 能够嫁一世去嫁一白 我们那些 那些找人嫁人 然后跟他聊天 此次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年龄都不超过30岁 学历最高的 初中必应 他们怎么就能骗得过那些高学历的白领女性呢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们有一份详细的诈骗教程 存在一个不起眼的小优盘里 他上面就有写的说 比如说像他那个生病啊 什么的 有时候工作不如意啊 什么的 他会跟他就说打电话给他 还有QQ上面跟他说这些 然后让他就说感觉到温暖 上面写的 这要是写的是 他们是抓住人的那种贪心的 贪心的心理吧 在教程的指导下 犯罪嫌疑人从网络上下载了大量高帅富的男性照片 视频 用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 教程还详细介绍了每阶段聊天的内容 就连啊 和钱拥有相恋的过程 如何看待异地链 还有香港交通工具的收费情况 港澳台的小吃等等的内容 全都提前备好了 他好像上面有说不懂的 有问什么百度什么 这些百度不是全部都知道吗 通过修改IP地址 利用改号软件 更改电话号码等等手段 骗子们一步一步瓦解了受害人的防线 几乎每位受害女性都沉浸在 忠于密得如意郎君的欢喜之中 殊不知啊 他们在骗子眼中 只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 他只记得他这张卡上 有打过多少多少金额的钱 但是他对这些金额的一些主人 一些他当时在网上交流的一些 一些什么对象 都都没有记得 都不记得 他只知道这个数字 咱们的这些 比如说有些大龄未婚女青年 他们为什么会中计上当 被骗得这么惨 我觉得对吧 除了他们虽然大龄 但是依然天真的这种心态之外 恐怕也与他们想图点什么 比如说他们是对吧 澳门海外的这种背景 他们是高帅富 他们有某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恐怕与这种心理不无关系 那么这年头我们经常听到的是 说一些女孩子上当受骗 被骗财骗色等等 但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现在就这种 男生被女生骗得溜溜转 骗得非常惨的情况也很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段 就是一个高富帅 被所谓的白富美给骗的 这么一个故事 昆山小伙儿小王 把他的白富美女朋友搞丢了 说到自己的女朋友 几天联系不上了 而且他女朋友之前 说要买了他 说他有朋友在他这边买了 十来万的超派的一些服饰 所以男孩就过来不爱 但是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比较迹象 小王是当地有名的高富帅 90后自己经营着一家潮流服饰网店 销售的服装价格 那都是千元甚至万元以上 不仅年收入可能也差不多 七八三百万那样子 家里收入很多 也算得上是一个富二代 如此优越的经济条件 让人艳羡吧 不过更加让人眼红的是 他还有一位白富美女朋友 企业大老板的女儿 她说父亲在迪拜做石油生意 年收入好几个亿 然后她自身是每年的零花钱 都有上千万 自己就是一辆小牛 还有一辆911 都有她的 视频里这个才二十出头的女孩 就是小王的白富美女友 女孩啊自称姓潘 来自江苏南通 据小王说呢 她的女友拥有两辆豪车 价值七百多万 她到我满东西上认识 我跟她有交流过几天了 就是她满东西 满东西 比较有共产爱好 男孩就提出来 想到女孩做了女朋友 当时才认识四天 女孩也答应了 在我做的比较好的情况下 让我更上一层楼 我当时也想 就是找的对象 应该就应该是这样子 不过才相处了没几天 女友那边突然出现了状况 她是认识我几天之后 她说她的包包掉了 然后就是什么银行卡 身份证券没了 出门身上 每个几万块 就是觉得不安心 女孩男孩 打钱过去给她先用着 先是先打了四五万 后来又打了三万多 为了让男友放心 小潘主动给小王 看了自己的银行对账短信 随着两人交往越来越密切 小王发现 女友脾气吧 不太好 每回吵架 就穿走小王店里 好多的衣服 这个让小王十分为难 不仅如此 女友还私自出售了 小王的货品 她说自己的朋友 跟她订了 有十万多块钱的衣服 女孩就把这些 所骗人的衣物 都放在自己一个朋友 在做那儿 寄卖掉了 和自己交往的 这个白富美女友 真的是附加千金吗 小王开始有点怀疑了 就在这个时候 女友小潘突然提出 要送小王一件礼物 价值百万的豪车 一般看车试车之后 小王对车十分满意 可是当他提出 要提走这辆车的时候 经销商却告诉他 一个消息 他说要搞车产 没什么限车 客人要看看车了什么的 然后他的三辆车 什么都要留在这里 就不能让我们 不能开走 眼看着小王 对女友真实身份的猜忌 那是日渐升级 而这时呢 小王的父母也提出来 想和小潘的家人见见面 小潘啊 爽快地答应了 小王一家人的要求 但是去了南通以后 他就一直绕来绕去 最终把车停到了一撞 别墅门口 小潘说 这就是他的家 他手上是很多钥匙 就大概十几个钥匙 他就没有一个 打得看在上门 这尴尬的一幕 更让小王觉得 自己已经深陷在了 一个阴谋之中 就在此时 女友又主动提出一个邀请 说自己的舅舅也住在这里 邀请小王一家人 到舅舅家里边去看看 就把南海一家人 带到他舅舅家 实际上呢 女孩的舅舅家 条件也非常好 然后呢 家里面也放的 这张豪车呀 奥迪呀 包房的都有 那么 南海的家人 跟他的舅舅 做了一个整段的交流 也就相信了女孩 当晚回到昆山之后 女友提出啊 邀请小王去酒吧玩 也许是心情不好 那天晚上小王喝了不少 可当他清醒过来之后 却发现 女友早已不见踪影 这个时候 小王果断报了警 听过我们调查呢 发现这个犯罪嫌疑呢 是在四周一家活动的 他使用的这些照片呢 都是花钱拍的 然后这个车子呢 都是从一些车站上拍过来的 这小潘嘛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富家千金 他父亲嘛 也不带什么迪拜 做石油生意 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 平日里 他背着的名牌包 还有那个价格很昂贵的衣服 其实都是仿冒品 就连巨额存款 也都是通过短信自己编辑的 为了让男友 相信自己的富家女身份 小潘啊 甚至不惜花了五千块钱 从车友会 租来名贵跑车 充当门面 在昆山看守所 我们见到了小潘 小潘的母亲去世后 小潘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平日里 父亲和小潘的关系 比较疏远 冷淡 我的平时的零花钱 基本上都是我舅舅给的 十几万一年了 有了舅舅给的一年 十几万的零花钱 小潘原本可以衣食无忧 但是他天天喜欢上了 高官的潮流服饰和奢侈品 这些少则几万 多则几十万的商品 早已超出了他的消费能力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 疯狂举动 这高富帅他还真是一高富帅 可是那白富美 那压根就是一个假的白富美 那这个真的高富帅 怎么就叫一个假的白富美 给骗得团团团呢 其实你仔细一想 他还是有原因的 不在于这高富帅他智商不高 而在于吧 他其实贪图人的对方 什么那些老爸在迪拜啊 是吧 做大生意 什么几个亿的家产 然后不就是想借助这个力量 然后也发展一下 我们家也趁机扩张一下 说穿了 就是这个摊子 让他上当了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啊 因为高富帅并不多 有许多男人上当 其实是因为别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这个比如说啊 现如今咱们这个网络上的 社交工具非常多 什么QQ啊 什么默默啊 微信啊等等 然后有很多男人 很多的男士 就是在这个社交工具上 就中计上当 2013年8月3号晚上 一个寂寞女生 通过一个聊天软件 向深圳的小张 求安慰 这位女子啊 自称小平 聊了没几句 小平就传了照片 小张一见 哇好美啊 于是两个人立刻约见 在深圳 一家名叫简约的酒吧 他上来那家红酒 竟然要715块 他根本不值那个价钱 我让店员开发票 他说没有 碍于面子 小张买了单 事后小张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碰上酒托了 连忙向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这个酒托专用的 这个铺饰机呢 现在我们已经核实 有40万元左右 我们目前能核实的是 10800 目前酒吧老板 已经被警方带走 根据他的交代 7月份的时候啊 酒吧经营遇到了困难 一名姓黄的男子 表示愿意帮助酒吧 解决经营困难 提出代客进来消费之后 双方分成 这个酒托团伙 进驻一家酒吧 最多就一个月 然后立即撤走 以免被人叮嘱 酒牌上面是正面 都是酒吧的正常 消费的一些项目 背面呢 就全部是这个酒吧的 红酒的家母 警方掌握了证据之后 迅速出击 8月9号晚上 在简约酒吧内 抓获诈骗嫌疑人12名 警方调查发现 酒吧内的售价 1000多块钱的红酒 成本只有5块钱 而在这个暴力的背后呢 是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的酒托团伙 其中包括团伙组织者 脱头 负责聊天的键盘手 酒托女 酒吧老板 可谓是环环相扣 如果客人由于价格高 拒绝买单的话 酒吧打手 就要登场恐吓世主 团伙诈骗成功之后 按照比例分成 一般情况呢 是脱头25% 键盘手30% 酒托女 20% 酒吧25% 目前深圳南山警方 已经将12个诈骗团伙成员 刑事拘留 案件也在进一步审理中 所谓的酒托集团 分工明确 但是在最前沿的吧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些 漂亮女孩子 用尽各种手段和办法 把一些男子 然后给勾引到这个酒吧里边 让他们在这里消费 问题就出在这个消费上 很可能是一瓶5块钱的红酒 但是让你掏上千块钱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酒托 具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前些日子 何先生在聊天时 认识了女孩童童 两个人聊得很投机 就约好啊 在成都市的高升桥见面 最后在童童的提议之下 两个人去了一家 名叫九号站台的咖啡厅 点了红酒 还有一些小吃 我觉得不对 把你的小吃也不进 好 这都没办法的 让他解决了 你说几句呢 他就提出 他心情不好 想让我请他喝酒 而且提出见面的地点呢 就是在高升桥的 不难发现 这个见面地点 其实就是美女酒托们 精心设计的 没过多久 两位打扮时髦的女孩 从九号站台咖啡厅内 走了出来 其中一名女孩 向记者表明 他就是童童 你一直在这儿啊 没有 我等到你半天了 你在家里 你在哪里过来的啊 你家住在那儿啊 天气好饿啊 你再帮你走一下吧 我碰着 紧接着 两位女孩啊 说天气太热 提议和记者一起 去九号站台咖啡厅 你先出来一下嘛 你要喝咖啡啊 我是故意说 这个咖啡店 我不喜欢喝咖啡 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 我看前面好像有一个 是什么 前面有点 啊 行不行 那个大一点嘛 好像要好一点 果然 当记者表示 不愿意去的时候 这两位女孩是死活 不愿意出来 一般的男的 遇到住女孩呢 可能对方会觉得 哎呀不好意思 女孩是进去 我们也只好进去 进入咖啡厅 记者很快发现 眼前这位女孩 和之前QQ发来的照片 并不是同一个人 跟你给我发的照片 人不一样呢 人不一样 人不一样 人不只只能在点 好像我最多张力 那你给我发的照片 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我去个吃 他这有咖啡 还有茶 还有奶茶 我发的 小哥 你们点你们 你们先点 看到记者并不怎么热心 于是美女 把菜单递了过来 不过看到菜单上的价格表 记者着实吃了一斤 这上面价格 实在贵的是 有些离谱啊 那你给我一包 来来喝 红酒啊 那你吃喝喝 我一吃不晓得 你要喝喝 喝酒嘛 这个天喝酒 有点热 要不喝一下 这两位女孩 点菜呢 真是轻车熟路 很快 这两位女孩呢 就叫上了果盘 坚果 饮料 还有红酒 你点红酒啊 你以后点什么 我说 夏天太热了 喝红酒 那就加点饼嘛 来点饼 不一会儿 两位女孩看起来 似乎吃的是心满意足了 现在 她们该寻找 脱身的机会了 大包好 猪柜也大包 我从哪位买一下单 一包花费 一千一百零二 那么贵啊 对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们就做联储 一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红酒 被服务员吹的是天花乱坠 硬说是从国外进口的 索要868块钱的高价 直到这个时候 我们才总算明白了 这种黑店是怎么赖以生存下去的 而当初口口声声 说是要请客的两位女士 此时却丝毫不理会账单的事情 男生没下单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只有几十块钱 你应该不撒卡 我都撒卡嘛 不可以撒卡 但前面有银行 可以带你去 记者再三表示 自己没钱 也没银行卡 这下子两位女孩 发怒了 看到女孩的态度 越来越蛮后 记者索性也强硬起来 女孩说他来报警 但是记者听到他却说了一句 我们在银行 他们给钱 记者马上反应过来 他们不是在报警 而是在喊帮手 见此情景 记者马上拨打了110 而此时看见记者真的拨打了报警电话 那两个女孩的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 说1102块钱 愿意全部由他们来付 大约五分钟之后 110巡警来到现场 但此时两名女孩和服务员早已不见踪影 110刚走 记者正准备离开 突然发现身后有一名男子的行为诡异 似乎是在跟踪自己 为了以防万一 记者立刻上车离开 我这张车不到五分钟呢 就接到了一个136打来的电话 你速度真快啊 你在这边骗我 你在哪位啊 你管我是哪位啊 你的跟踪我啊 我跟踪的就是你 我知道了 别叫我到这边跟他看见你 我给你收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记者发现 在9号站台咖啡店出现的酒托不在少数 身陷色诱陷阱的人呢 也是一个接一个 而除了这些美女酒托 在咖啡厅对面一直有三五个青年男子 这些人就是咖啡店的护厂人 也就是美女酒托的帮手 只要有人不肯买单 他们就会立刻赶过来 在暴力威胁之下 受害者只能忍痛付钱 大家知道吗 在这类酒托诈骗中啊 有许多受害者 就是那些被宰被坑的男人吧 选择不报案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他们心里有鬼 就是他们中间许多人之所以兴冲冲的来 然后在这掏钱什么的 是以为有鸿鸿江志 以为今天晚上会和美女有点什么事 比如什么一夜情之类的 有这种想法 就是贪色 贪色的结果反而是被骗财 所以比如说你在网上交往吧 你至少得见到真人 你再继续交往 你无论交往到什么程度 不要谈钱 你说谈感情 你谈钱多伤人啊 又借钱又什么 实在要借 你来个身份证复印件 你写个借句什么的 这都是有效的保证 那如果说许多男士 在网上和美女约了 怎么办呢 可以和和摆开水吗 不一定非得去酒吧 或者不行的话 带她回学校 对吧 去你们大学的食堂 去品尝一下 肉饼 有没有够香啊 肉饼 是 肉饼 教育 有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